切了一杯 菊粉喝 大家一看我喝菊粉就知道 一会儿就该吃饭了 本来呢 快吃饭的时候 不能说那么恶心的事 可是我就想了 如果我要是吃完饭 我再冷静冷静 我可能这期视频我就不做了 就着我现在想说 特别想说 赶快跟大家说这件事 这事呢 是发生在昨天的下午 我呢 推着那个买的那些菜 然后呢 就从那个卖鸭货的那儿过 大家也知道 那天我买鸭货在那儿排队 我从那儿这样看了一眼 哦 今天又那么多人的排队 我正看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六十多岁 一个老大姐 就这样摘口罩 这同时 撤一下 把口罩摘了 然后呢 打这个喷嚏 哎呀 我当时就想 这个口罩戴的是什么意思 不就为了你打喷嚏的时候 别往外 喷嘛 排队那儿那么多人 当然了 他是从那个队里面出来了 在旁边 那距离也很近呢 你这一生 如果要再有没有戴口罩的 你说这个 这个 你是没病都好办 你要真是有病的话 你这病情不就传给别人了吗 哎呀 我这一路上啊 就想 这老大姐 你怎么非得把口罩摘了呢 这这这基本的尝试嘛 这是 尤其现在在那个这个口罩 这个这个 这个形势下 尤其现在这么严重啊 大家都戴着口罩 为了防疫 要单单是这一件事啊 我呢 我就不说了 然后啊 我就想起来啊 前几天 因为我们那个河西区嘛 连续做了一个多月的核酸了 每天早上起来 起来就赶紧做核 排队做核酸去 因为我们都是在小区里面吧 在小区里排队 离那个就是围墙 那个铁栏杆特别近 有一次我在那个 就在那个排队的时候 这是一个小伙子 顶多三十岁 一米八的大高个子 穿着西装格蕾的 在那个围墙的外边哈 打电话 打着打电话 也是 我一看没戴口罩 你说多少人排队也在那哈 大家都戴着口罩 他连口罩都不戴 然后打电话 打着打电话 就来一个 一声 然后哎呦 就当时他的医生 其实离我也有点小距离了 我自己都给往后震了一下 就感觉啊 他一打喷嚏 我就都能受影响一样 说到这儿 还没完 打完喷嚏以后哈 你猜呢 他又来一个动作 我不知道大家在外面看见过 没看见过 有的人就这样 就摁着一个鼻子 然后使劲的醒这个 嗯 就这样醒 醒完以后吧 你要是手里有纸 你擦了也就变大了 这都是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我就看他 然后用手这么一拧 您猜他甩哪去了 你身上你怎么不抹呢 他自个儿不往身上抹呢 怎么 你猜他抹哪去了 正好旁边有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 你知道他抹哪了 他抹那手把上了 哎呀妈呀 我天天骑共享单车 因为我这膝盖不好嘛 我要买点东西哈 我不愿意滴了着 怕这个负重太重 怕一个腰一个膝盖哈 负重 所以我就每个月哈 都那个就买那共享单车 那个一个月14块9 我都付费买这个 我上哪去 我都骑这个共享单车 哎呀呀 让他这个连续的这个挤动 把我给摧毁了 我就想了 这个共享单车 我还能骑吗 但是也得骑呀 我现在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了 看完它以后 书包里边 背包里边啊 一定放了酒精自己 还放了一个就是照头上的那个塑料的保鲜膜 我拿它干什么呢 照在那共享单车的座套上 座椅上 然后呢 每次去就是骑车的时候 先把这个把 放点酒精擦一下 然后骑完了以后 把车锁好以后 我又把它弄点酒精啊 洗洗手 我这才能拿着菜回家 看完那个小伙子哈 我的心里都有阴影了 就是一看那共享单车 就想起来 它那个画面 哎呀 您说恶心人不恶心人呢 别说现在是这个口罩期间 大家都得注意这个卫生 你就是没有这个口罩 这个这个情况 咱也不能这样啊 是吧 你往哪抹不行啊 你实在没地方抹 你你你地上你抹一下就行了 是吧 旁边还有大树 树根底下你抹一下也行 就是这按理说 这都是不文明的 但是相对来说 你也不应该往那个 共享单车那个手把上抹呀 一旦你假如说你是阳性 你说你得传播多少人呢 他传他他传他的 是不是 这是直接就接触手了就 哎呦 我真是无语了 昨天就看到这个 六十多岁的老大姐的 这个摘口罩打喷嚏 所以我今天啊 我就想起来这一段了啊 我就说我必须今天啊 赶快得说 不说的话 我说这个话呢 可能会得罪很多有这种习惯的人 可是我想呢 我还是要把这个事要说出来 大家呢 不要看着别人那样 哎呀 真不应该 从自己做起吧 前几年啊 没有这个口罩问题的时候 我在马路上啊 就经常遇到啊 就是骑着自行车 然后就摁着鼻子 就这样一行 然后喷的哪都是 我每次要是从他身边过 我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 进门把衣服全脱掉 然后赶快洗衣服 哎呀 你说啊 就是那个时候吧 洗洗衣服了 也就这样了 你说现在这个口罩期间 大家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举度 是吧 都戴着口罩了 你干嘛要把它撕开 上外打呢 这个喷嚏是吧 还有那小伙子 你怎么就是 弄完以后 你往那车 车瓣上磨呢 希望有这种习惯和行为的人啊 赶快打住 不要再做了啊 然后呢 从我们自己做起 当然了 你说有时候打喷嚏 是人是无法控制的 是吧 最好手里放点手指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赶快掏出手指 或者戴上口罩呢 直接就打到口罩上 是吧 咱别再对别人有影响了 我这是想起来这段 就说这段了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啊 我一会儿就该吃饭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